通渠大道 沒聽過就沒聽過又來了 你看才剛講嘛 知識為知識做該做的事嘛 有聽過嗎 沒聽過就沒聽過啊 你學生就是有沒聽過的權力 那現在聽過了嘛 大道就是大道裡的大道 通渠就是大馬路啦 通渠大道就是大馬路講兩遍 這樣無法不見 無天或者無時無刻 因為你們課本 今年好像刪掉了 在金玉有人說有這篇嗎 不用到這個字 這也是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通對大 對不對大馬路會比較容易暢通 剛剛塞車時段另外 對不對 道就是徐 不知道徐是什麼 相對位置有相關之意 道這裡當然不是道裡是大路 像凱撒格蘭什麼 大道 那時候不是大道裡對不對 市民大道是大道 台中台灣大道對不對 那時候是真的road 馬路的大道 所以徐你看跟行手有關嘛 這個字念徐啦 這裡也念徐啦 就用這個字幫助你記憶 這個字還有另外一個字到時候會講 可是那個比較深難字 這影片清徐晉級繼續 來我們停了一會兒你就聽我在這呱噪了 只有這清徐晉級你要抓哪個關鍵字 這四個字你覺得哪個字最關鍵 如到現在呢 我們也嘮叨那麼多次了 跟南庭繼續比耶 晉照不同 有沒有出現關鍵字 他向往的是晉還是照 前面張艾玲跟胡蘭成結婚 還記得哪一段嗎 大概一兩段前啦 愿睡愿照好還靜好 還不錯啦 竟然這個需要還記得 張艾玲的魅力真是可怕 所以人家行有他那一套 這一刻不是就是以靜為主價嗎 再回去複習南庭級去 怎麼會放浪行來變成照呢 那王庭師本身是放浪行來的人 他自己會不好嗎 他不好我幹嘛幹那種事 宇宙始終又來了 當然幹他覺得好 是應該做的事 他的兄弟你看 就是想要得到那個 飯票嘛 娶一個有錢喝啞 下巴也就是不醜 王庭師覺得這不應該做 這不做啊 那時候你看全天下的人 或者全家人都這樣做 你就有心理壓力喔 你就跟著做 怪誰 不要怪家人環境 最後決定做的是誰 還是你自己嘛 朋友拉你出去玩 你不要他拿槍斃著你嗎 你要跟他出去的不要賴不掉 自己檢討是不是這樣 最後都是自己下那道聖職啦 你就是你自己的皇帝嘛 你自己的王朝怎麼維持 我們講過 開學期的課 十幾週 就好像你們的大 滿清王朝一樣 第一 第一週來上課 大家都哇一派氣象 可惜我們實際就沒有派各位 可以對比一下 就好像人家給整容整容前整容 剛才上大學是什麼模樣 上到現在呢 已經默契沈沈 剛開始是朝氣勃勃 還笑 這就叫文學 你要讀這些你要看見這些 我不就看你們這些文字嗎 你們一個一個都是文字 給我什麼啟示 給我知道人生只會墮落 要警醒自己 各位菩薩表演給我看的就是這一幕 只要我看到這一幕只會說 這個小孩子現在學生越來越不行 都不努力 這樣我得到什麼好處沒有 只會罵人 跟學生對立看不起你們有什麼用 對我什麼好處 不會啊 我覺得反正我也不管你們 大學本來就這樣 沒有 那這樣你們自己 要對自己負責 第二個你們表現這樣呢 也是常愛也不是光你們這一屆 那我從你們這個現象 可以警醒自己 我不能做這樣的 對不對 見不善而內自行 見閒失禧 不是口號在那唸 你自己要做到 你這樣境界修養就會慢慢提升 你以後看見的就更多啦 你都不可能看見 學生就是這樣 只會怨天由人 你看到什麼 看到的都是怨氣 看不到希望 我看到希望 看到這樣我知道自己不能夠 我想到偷懶的時候 就想到啊你看 人家剛開始考上大學 也許我自己都忘記了 借由各位一面鏡子照亮我當初考大學 一開始呢 蓬勃後來讀了 那第一週可能順治王朝後來康熙 你看 你們現在第幾週了 傳到第幾個皇帝 其實習中考完好像剛好就是光緒 你自己說我看 就甲午戰爭 習中考完真的是一拜五會開始割地賠款 是不是很妙喔 我不知道哪一天好像三年前四年前想到這個比喻 這都是文學啊 人生文學語言 那我會這樣想 我會這樣看見才會這樣想 會這樣想就會那樣看見 你看不到 你覺得滿清十三王朝跟我什麼關係 這是以前的故事 剛剛不就在朗讀那一段了嗎 剛剛同學 他說希望在上海看到古人 可能嗎 古人都死光了你看到什麼 就好像剛剛我那個故事 然後我看到眼睛 眼睛在哪裡 你跟我講眼睛在哪裡 一樣古人在哪裡 你笑耶 中文音笑耶 古人都死了 在書裡頭才有好不好 在上海你看得到 是不是啊 永遠停在科學層次 你能看見什麼 看得見的 以我們現在簡陋的科學儀器 你能看到幾顆星啊 光這個 光天空的星星你都看不到 其他的你看得到什麼 你看我從小沒有老師跟我講的一些 我自己想到這個當然要跟大家share 那我為什麼想得到 我也希望你自己要去找 哪一天我想聽聽你的看見 不是都聽我的啊 是不是 那大家這樣比較才知道誰看得多嘛 互相比例就會一直一直幸福啊 那老師我看來幸福 其實可以休息一下 親循近期 先這樣還好 後面也是重點 剛剛我已經講到重點了對不對 你要怎麼看見 看見還是前面那一段對不對 他這裡是不是就看見了 希望在古人上海看到古人 怎麼樣才能看到 一定要往靈魂更深遠去嗎 不去我往靈魂更深遠去掏 你掏得到上海有古人嗎 不行 科學外在空間裡頭 古人都死光啦 對不對 就好像現在做好人還虧本 可是真的都沒有好人嗎 當然有 握福長榮你誰知道 就像我 你是各位是我的學生 我才會跟各位講真心話 我出去會跟人家講這些嗎 我真怕熟 是我有一個責任 不講對不起各位才講 因為我愛講 我連我弟弟姊姊都不會講 我最多以前我媽還在世 我還會跟我媽講 我爸我也不會講 你們怎麼 那是因為我是少子 你們是學生 我有這個責任 給鏡啊 就像各位剛剛才講 你們有你們的責任 我有我的身 到時候該做的 該鏡的美鏡 來唸過一遍 請問這個女孩到底是誰 你看到了什麼 她為什麼會把上海市 或者中國燕海的城市 比喻為女孩 因為她看見了 她們兩個是不是有共同的特質 就好像上次講過銀髮族 你們有沒有講過沒有 銀髮族是看到銀跟頭髮 有什麼共同的特質 是不是都白色 而且銀髮族是老人人 老人人是家有一老爐有一寶 對不對 銀是不是貴金手 金牌銀牌 金牌接下來就銀牌 我是另外一幫還說 銀不是貴金手啊 現在很常見啊 黃金也很常見 你不能說常見 就不是貴金手 害我差一點被問到 我說喜歡銀現在不是貴金手 我回去還查百科 回去百科 你看那時候我看見的就這樣 可是我過了一個比喻 我突然銀不是貴銀牌 這樣比喻同學就懂了 還有什麼好真的 你看他上個禮拜 我就沒想到金牌銀牌 這也是單字講負詞 本事都教你了 我有時候我也會想不到 你比我想得到你這方面 你就超前我了 你怎麼會永遠跑到老師後面呢 我就不知道以前那些老師 到底是常識 不想把他們懂的秘訣交給各位 還是他們不會教 所以我為什麼來教書 我今天站在這個位子呢 經這個職責 我就是一定要把怎麼弄懂的 知其所以然給各位嘛 這才是學習的情況不是答案嘛 馬上回去背一背就好 就大家好交卷好混啊 我們薪水要好拿 好拿 你能拿幾年 我還 我比較貪心 我死後我還想過好日子 我怕死後有審判的話 到時候過不了好日子 我寧願現在吃虧一點 就好像各位考上大學 那時候也很吃虧啊 大家都去玩你不肯玩對不對 現在上大學享受了 人生都這樣死後不一樣 我這輩子活得辛苦一個人 死後開始享受啊 會未來投資啊 神話嗎 我眼見的生活不都這樣 難道可以 我現在不努力以後可以爽呢 哪一條科學看一下 沒有嘛 所以現在當然要修行要努力 假爸喜歡或喜歡新宗教 說難聽我們也是很公立的嘛 沒有好處誰肯去做呢 問題你看不見那個好處 我們開始看見了 還是旅行是一種看見 人生也是一種看見 所以我真的很讚歎他這一篇文章 你看扯這一階 我也沒機會 不過我這一些真的是鹹花 是不是 你讀現代文學的價值 他其實 你看文字好像都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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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